小米13系列让人无可挑剔的规格 近日,小米13系列官宣 对标iPhone14系列的国产旗舰新机就要发布了 然而,就在大家对新机翘首以盼的时候 小米放大招了 不少网友都表示看不懂 这是什么操作 但有一说一,雷军还是很明智 这样的态度确实让消费者很放心 小米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拿配置说是就知道了 小米13系列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了 经过这些天官方的预热 很多配置大家也都知道的差不多了 小米13系列延续小米12系列的双尺寸双高端策略 全系骁龙8粘2处理器 莱卡75毫米长焦 IP68防尘防水 小米13采用6.3英寸左右的屏幕 但是没有延续前代的曲面屏设计 而是采用直屏设计 屏幕的边框控制很优秀 比iPhone14系列的边框还要窄 做到了视觉四边等宽的效果 续航方面 4500毫安时的电池 根据小米实验室续航模型 小米13的续航测试结果为1.37天 不仅仅领先前代的产品 而且超过了iPhone14超大杯的1.28天 小米13Po披露的信息比较少 只知道会采用常规尺寸的三星E6材质2K屏 而且会将小米12SU的INX989主 设放在小米13Po身上 小米11用户有必要升级小米13吗? 就目前小米13系列给出的参数来看 的确是非常诱人 而且iUI14这一次也会大幅度的改进 让不少米粉都颇为期待 但是还有一批用户对小米产品心存疑虑 那就是小米11系列的用户 目前小米11系列已经上市两年时间 从性能上来看 骁龙888并不过时 但是骁龙888本身发热比较严重 因而小米11系列还出现了主板的故障 所以这部分用户对小米产品产生了芥蒂 其实数码产品出现一些未知的故障是难免的 就连苹果这样的大厂 手机还经常出现设计上的弊端 国产机自然也难以避免 好在小米13上市之前 小米再次更新了小米11系列的售后政策 一个是让小米11系列用户放心 另外一个就是让所有用户对小米的售后放心 即便是小米11系列已经上市两年时间了 小米依然做出决定 让小米11系列的售后延保制36个月 三年的时间足够达到一款旗舰的生命周期了 所以再回到换机这个话题上 我觉得小米11用户不玩大型游戏的情况下 暂时不用更新 毕竟还有一年时间的三包 同时小米也会为小米11系列更新IUI14 如果觉得骁龙888的热度无法忍受 同时喜欢直屏 爱玩游戏 小米13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小米13是小米冲击高端三年之后的一个答卷 相信这一次销量肯定不会差 但我有个建议是 小米希望能在直屏旗舰上出一款更大尺寸的型号 手机厂商想要真正成就高端 不仅仅是对配置 油画系统 看不见的售后政策 也会影响很多人的去留 如今苹果的产品越来越贵 口碑越来越低 其中不尽人情的售后 也有一部分原因 小米13系列既然定位高端 售后服务也应该搞一搞 小米13系列的即将到来 这次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堆料这块小米还没有怕过谁 更关键的还是最终的实际体验 经过三年的高端化探索 小米宣布从参数领先转向体验优先 所以这次和小米13同时发布的MUI14才是灵魂 全新的MUI14号称锐意新生 展开了剃刀计划 将打造出固件最小 占用内存最小 不可卸载应用最少的超纯镜系统 系统固件占用空间下降 23% 减少无效内存占用 不可卸载应用数量减少到只有8个 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小米13系列 这次可谓是信心十足 不过想要突破高端 产品的售后服务也很重要 最近被网友们提到了手机厂家的售后情况 随着手机的生命周期越来越长 用户的诉求会越来越多 手机厂家如何响应用户的合理诉求会越来越重要 看到小米12系列的这个售后操作 有网友觉得既然是高端手机 那么是不是可以在售后服务上面 来点差异化 提供更高端化的售后服务 这样子可以让用户买得更放心 用得更安心 这也是有效提升用户体验的手段 对于品牌突破高端会有很大的帮助 总的来说 现在的高端手机硬件配置都很棒 系统流畅度其实也都很不错了 这种情况下 在硬件和系统上面做工的编辑效用 其实越来越小 这时候将眼光看向别的地方 可能更容易提升用户的体验 高端更赚钱 但也更烧钱 售后服务这块砸更多的钱 进去挺好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